桶園市衛生局的大門關閉 鐵捲門也拉了下來 但換個角度 看到互動疾管科的辦公室 卻是燈火通明 臨時加班 趕工聯繫 不逃醫院相關接觸者 忙到這麼晚了 才有空叫外送吃晚餐 全都是因為24號 疫情指揮中心臨時宣布 擴大匡鏈5000人 25號一大早 衛生局裡也是整個忙翻 你們有被通知到嗎 電話接不完 掐工民眾落意不絕 異鄉鄉的口罩堆疊成山 已被不時之需 對這一個通知的部分呢 我們整個桃園市 也增加了這個 電話通知的相關的一個人力 雖說加派人力 但昨天民眾抱怨打1922 十幾分鐘都沒人接 有人臨時被通知要隔離 直呼很錯愕 接到電話 腦袋一變空白 完全不敢置信 還有人被公司詢問 有沒有在匡列名單當中 只能回答我怎麼知道 平面媒體更問到 一名理性市民爆氣大罵 不該出現的狀況 都被楊哲良落中了 這難道是我們的新年禮物嗎 網路上面更有網友酸 新年快樂 禮物是萊豬 紅包是隔離 也有人說將帥無能累死三軍 更有人把矛頭指向桃園市長鄭文燦 酸說經濟之地就要吞下去 黃太子管你們有啥好不滿 他會再有一個 引發點這樣子 應該就要 說要早在那要早 但是都已經這樣沒辦法了 24號原本下午兩點 記者會開完 卻相隔不到五個小時 政策大轉彎 是因為行政院長蘇娟昌召開防疫會議 決議三點結果 增鏈居家隔離對象範圍 警政與民政系統支援 後續疫調與通知 以及中央地方合作 提供最大協助 但匡例五千人 基層人力真的夠嗎 中央想要趕緊滅了 本土感染的這把火 但大多民眾認為 根本慢半拍 社區感染風險未爆彈 一觸即發 記者劉志願 陳建河之宇 台北報導 唯一 文化 動題 鈍 登 traverse 今 誇